所以 一个国家的 欣衰 与这些民族 这个 过往或者是讲 封建 与这些制度不相干 制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教育 它是怎么教的 能把人民教得这么好 这就好了 君主 帝王把人民教得好 这个帝王 对人民爱护的 像自己的兄弟姐妹 儿女一样 关怀备制 人民 当然拥护他 做国王 民族国家的总统 也能像这样的 教华人 人民 这国家一样好 所以我感觉的 制度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问题 是你懂不懂教育 你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德行 真正有大德 大志 大志 大难 什么制度 多好 没有大德 大志 大难 什么制度 都出毛病 关键 关键不在制度 真的在教育 中国 离记 见过军民 教学 危险 我上一次来 在马来西亚 跟我们这边 华校 校长老师 四百多人 见面 我跟他们讲到 诗歌 教学危险 换一句话 我们学佛六十多年 讲经教学 五十五年 得到一个总的结论 就是 一切法 不能离开教学 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么好 你看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 介绍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仅限在说法 他不在教学吗 换一句话说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教学 没有中断 天天在教 教得很认真 深行 淫教 没有人不相信 没有人不尊重 有问题 像阿弥陀佛 请教 阿弥陀佛 一定很有耐心 帮你解答 会让你很满意 那有一个世界 陈就不是依靠教学 这一点 我们要明了 我们要学会 佛免礼于弟子 要做佛 要做菩萨 意思就是 要做一个好的教育 在社会上 做一个好榜样 把人都教 这是佛陀教育 然后再次 感谢观看